由讀書到出來做醫生 大家都認為我已經選了一條適合的路 但如果走出這個舒適 zone 我的路又會怎樣呢 今次去肯尼亞 我遇上朗朗和愛達兩兄妹 自從爸爸離家出走 日子更加艱難 只可以吃東西過充機 但朗朗根本不懂得咬肉出來吃 吃也好像沒吃過一樣 很瘦 反而碎盤的妹妹愛達 因為自小得到幫助 吃到營養的食物 手臂已經和朗朗差不多粗 我是醫生 當然知道營養對小朋友很重要 但今次親眼看到 令我更加深信 幫人不可以遲 這條才是最適合的路 再樣兒童 滿足